一个合格的软饭男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检查自己的富婆有没有断气 但很遗憾 今天他还在 这份软饭麦西吃了20年 在萨爽英姿足以迷倒无数少女时 他选择见走天风 把目标锁定在50多岁的富婆身上 留下一条底裤他就跃进勇石 帅气地上岸后对着富婆放了4.5米的点 没想到富婆就好这一口 于是麦西成功少走几十年弯路 腹肌也幸福得久久归一 住在豪华道需要代步工具的别墅 每天泡澡的时候还有下人伺候 运动完觉得累了就回家坐个死 最重要的是可以随意开酷炫的豪车 麦西吃软饭的梦想从小根深蒂固 因为他的爸爸每天拼命工作 最后疲劳驾驶 一步留神把家给创没了 而且随后油罐车爆炸 爸爸连人带车一命呜呼 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经过这次变故 妹妹梦想长大后能盖一座结实的房子 而麦西从小立志不做打工人 要当一个成功女人身后的男人 长大后的麦西成功了 眼见富婆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自己就快熬出头 没想到她把结婚的纪念日忘记了 富婆送给她限量明表 然后期待地望着麦西 她只好灵机一动说自己早就准备好了 接着把富婆带到汽车店 说自己选好一辆车送给她 可是富婆已经坐不进车厢了 麦西一撒娇成功得到豪车使用权 她迫不及待开着新款豪车出去浪了一圈 等回到家却发现门口停了同款车 一进门富婆正躺在沙发上吸氧 凭着这点底气她认为可以分到财产 但麦西签署了婚前协议 得不到一分钱 此时的麦西早已没了当年的雄风 只能拱手让胃灰溜溜地近身出户 无家可归的她带着破皮箱 来找同样在吃软饭的朋友 但是朋友只敢在后花园见她 还说自己的老baby管得很严 麦西只好找到了多年没有联系的妹妹 善良的妹妹收留了她 在这里麦西负责每天接送侄子上下学 没想到柳安花名又一村 在贵族学校上学的侄子有个喜欢的女孩 而女孩的奶奶是首富一双 麦西觉得她的发丝症闪烁着金子的光芒 于是开启了自己的软饭计划2.0 男人帅气地跳入泳池 没想到一个不留神 喷出一滩难以描述的浑浊液体 毫不知情的她还以为自己风流倜傥 一个礼于打挺上岸 对着富有的老奶奶搓手弄姿 她是软饭界的乔楚麦西 就在昨天好不容易拿到了富婆的地址 没想到混进宴会 她却发现自己胡子花白青春不在 这样怎么能吸引到富婆 这时她看到洗手台边放着鞋油 于是麦西开动不灵光的脑袋瓜子 用鞋油把自己的身体涂抹了一遍 紧接着昂首挺胸来到了泳池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她浑身退下了屎黄色 而且还把富婆吓得花容失色 就这样麦西丧失了余生的择偶权 被保安拖丢出庭院 没有了富婆的供养 麦西的债主找上门来 对着她就是一通暴揍 还限期一周要还钱 走投无路的麦西开始工作 但打工人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同行的内卷让她信心全无 于是她决定从富婆的孙女身上下手 麦西找到侄子 把自己的把妹技巧全都交给她 从走路姿势到搭讪技巧 甚至表情动作也面面俱到 经过麦西的言传声叫 侄子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终于和自己喜欢的女孩说上话 而且成功拿到了生日宴会的邀请函 成败在此一举 麦西斥巨资到美容院 进行激光脱毛和白牙 然后还美美做了一个皮肤保养 朋友还给她支招 弄到了富婆的兴趣爱好 麦西没有怀疑自己的软饭兄弟 生日宴会当天 她俯瞰这座华丽的庄园 一下子找到了富婆 麦西意气风发来到她面前 开始投其所好 按照纸条上的内容攀谈 她说自己喜欢爬山 而富婆却露出了自己的左手甲子 说那是爬珠穆朗马峰事意外摔断的 麦西临危不乱 紧接着说自己喜欢坐火车旅行 没想到富婆又撸起右手袖子 还是一只甲子 她说这是自己在铁轨上出意外导致的 被勾起伤心往事的富婆哭着离开 麦西打电话找朋友算账 没想到朋友也来到了宴会现场 麦西怒气冲冲地质问她 朋友说自己也被她的老伯伯给甩了 他们这次的目标是同一个富婆 于是两人决定个平本事 他们争先恐后地跑到富婆身边 两个软饭男再抢一个富婆 没想到下一秒 富婆的甲子被他们拽了下来 但软饭吃到最高境界的两人丝毫不慌 朋友单膝下跪归还甲之 麦西见状也连忙行了一个文首领 富婆大叫着让他们滚出去 但麦西越想越起 扑上去和朋友打了起来 两人的打斗把宴会上的人吸引过来 而麦西此时还没发现侄子在自己身后 她对朋友诉苦 说自己嫌于翻身就靠这次了 不想再和妹妹住在拥挤的小公寓 这些话都被侄子听见了 小男孩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舅舅 她一直以为麦西真心喜欢自己的家 没想到这段时间的所有关心都是利用 而且那些把妹技巧让自己丑太百出 喜欢的女孩已经讨厌自己了 侄子很伤心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 麦西来到妹妹家后被拒之门外 她决定不再收留这个有手好闲的男人 失道寡住的麦西也知道自己做错了 她想弥补自己的错 这天正好在垃圾桶翻到了几封信件 于是决定用写信的方式 替侄子给那个女孩道歉 小女孩和侄子和好了 两人在草地上开心地玩气象气球 麦西又重新回到洗车店工作 然后遇到了新的转机 而她的妹妹接到了一个大单子 可以为甲方设计一座海边别墅 这天妹妹带着侄子开车来签合同 没想到麦西从直升机上走了下来 原来她成功把到了另一个富婆 还让富婆把设计的机会给了妹妹 妹妹激动地拥抱着她 两人小时候的梦想全都实现了 电影如何成为拉丁情人 拉丁情人这一词 大多用来形容一个男人的特质 他们往往成熟有魅力 是越老越帅的类型 所以富婆市场也不只是小鲜肉 大叔们也很受欢迎 虽然影片的结局很温馨欢乐 但是可不能轻易模仿 大家就乐呵乐呵 还是脚踏实地打下来的江山 才是最稳固的